第2025集 刹那间 楚风一下子浮现出很多种猜想 他觉得都有可能 都很靠谱 这让他身体一片冰寒 不久前 他也算是神威盖世 打杀九色魂主的肉身 硬扛无上生物 与魂和尽头的至强生灵对峙 镇住了所有人 现在后遗症出现了 帮他出手 给予他力量的正主要现身了 楚风都不用回头 便感觉后面有热气 有呼吸出现 越发的真实 甚至他都能感受到一股热流 冲到他的肌肤上 让他寒毛倒数 谁啊 到底是什么人 或者说什么东西 很快楚风又想到了一种可能 三位天帝 他其实都有接触过 今天见到帝师 又隔着大雾 见到了铜关中男子的模糊身影 三天帝中另外一位女帝 其实他也有过接触 在那太上禁帝中 在那莫名空间内 看到了女帝的遗腿 今天 帝师曾经动了 在那种状态下 海宇出手 事实上真的打出了一击 曾轰碎 浑合无上生物的身体 而铜关中的男子就更不用说了 曾下场 轰杀敌手 毁灭掉不止一位无上生物 更是击破了禁帝 三天帝中的两位 无论是活着的 还是死去的 都直接干预并出手了 而最后一位呢 那传说中的无敌女帝 是否也下场了 楚风想到了他背后的人 该不会是那位女帝吧 毕竟 曾经接触过其遗腿 是否在那时 于他身上留下了什么呢 有可能 楚风这么认为 传说中的女帝 或许留下了身影 亦或是部分魂光 在他背后的血色光环中 现在要浮现出来了 楚风经意不定 并不能确认 尤其是当下一刻时 他又想到了一种可能 他来自什么地方 地球 小阴间的地球文明 早已不是史前 那个原本的地球文明 按照九道一当初的推测 有莫名的存在出手 在人为主导 不仅是人 连带着整颗地球都在轮回 一次又一次再现昔日的文明 只是为了在那种相似的环境下 尝试再现出与天地相似的生灵 甚至连带着整片小阴间 都曾被人干预过 楚风心头巨跳 中极黑手出现了 如果是这个可能 那麻烦就更大了 因为在九道一推言与猜测时 都不知道是谁在主导这一切 是谁在演绎地球文明的 一次又一次的轮回更迭 不断再现昔日的相似文明环境 兄弟 你到底是谁 咱们能聊聊吗 你 可是那位女帝 你是否在地球就曾默默注视我 平静地看着一切的悲欢离合 谁是一个又一个 相似文明的轮回往复 你 究竟是谁啊 楚风不走了 找到一个相对安静的地方后 一头扎紧大山中 与身后的生物沟通 他想回头 可是数次都失败了 脖子根本转不过去 这一刻 他的神念 他的意识 他的灵局 都被蒙蔽了 无法感应到背后的生灵 是什么样子 我想 我们有缘 所以才能这样走在一起 无论是有和因果 有什么缘由 我们都可以细谈 楚风再次开口 身上的问题必须要解决 他可不想背着位女帝 或者背着一个莫名存在一起上路 你这样沉默 却始终跟我在一起 需要做什么啊 难道想成全我 助我迅速突破 成就先帝果位 于诸天间的无敌啊 楚风不断说话 尝试引那身后的生灵开口 一声悠悠叹息 终于想起那生灵不再沉默了 楚风头皮都要炸了 那个生灵终于有了声音 声音很轻 但是听在他耳中 却如同混沌仙雷轰鸣 他身体一阵摇动 用力甩头清醒过来 不管怎么说 终于可以交流了吗 你是谁啊 楚风迫切想知道 背着这么一个生物 让他如芒在背 如梗在喉 连灵魂都觉得难受 然后他就要炸了 自原地跳了起来 恨不得血战一场 也比现在的感受更好 因为一只毛茸茸的大手 正在摸他的后脖颈 又摸向他的后脑 让他全身寒毛倒数 这太吓人了 怎么直接就动手了 可是他能做什么 无法转头 神觉失去感应 无法针对那个生灵 那双臂都不停使唤 搭了下去 楚风想歇着摆尾 向后倒梯 结果脚离开地面的刹那 就被生生的压制下去 宛若背着亿万军的神山 他大喝着 住手 既然这个生物不愿意对话 那就不要交流了 这实在让人受不了 令他毛骨悚然 可是 那只大手没有停下 很大 真正的蒲扇大爪子 摸了摸他的天灵盖 长长的指甲 如同弯钩般 风锐 在他头顶轻轻划过 甚至呢 楚风可以感觉到 只要轻轻的用力 就能戳破他的头骨 将他脑盖给冻穿 冷冽刺骨 冰寒甚人 别 有话好说 楚风真的毛了 这种体验还真是煎熬 他也算是经过 大风大浪的人了 可现在却心中没底 强烈不安 后面 粗重的呼吸吹来 时冷时热 气流在楚风的脖子上 在他头皮间冲过 让他越发的难以忍受 此外 毛茸茸的大手 那上面的毛发 宛若钢针板 很刺人 划过脖子 触及头皮时 他怀疑都出血了 虽然看不到 但是楚风能够想象 一幅邪宁的画面 一个不可名状的怪物 一个让人胆寒的生灵 满身长毛 浮在他背上 吐着腥红的舌头 血盆大口中的粘液 都要流淌下来了 双目正对他露出 冷悠悠的光芒 他一声嘀吼 恨不得断离此地 但是情况越发恶劣 他整个身体都不能动了 被禁锢在原地 不是那位无敌的白衣女帝 楚风很清楚 绝非那位风华绝代的女帝 与其形象气质完全不符 再说风格也不同 他曾听狗黄说过一二 那位女帝 一想强势 傲视古今 威灵诛天 真想要做什么 谁能挡住啊 不会遮掩什么 这不是他 那位风姿爵士的女子 无需如此 再说风格气韵等天壤地别 楚风惊悚的同时 还有些失望 还真想遇上那位 想亲眼看一看 那位其女子的爵士风采 到底如何 眼下这个生物是谁呢 无论怎么看 都有点诡异 都有点要挟 你要知道 我曾打穿魂河 楚风这是明显的色力内人 他真的虚了 他大爷的背着这样一个大个的摸你脖子 吹你冷气 还可能要用指甲刺透你的头盖骨 谁也受不了啊 可是说完后他就后悔了 严格说来 打穿魂河的不正是背着的这位所为吗 罐子 罐子复活呀 楚风关照体内的石块 想要他复苏 这时呢 他脚下的金色纹落早已消失 无力可戒 没什么反应 他体内倒是还有些丝丝缕缕的金色纹落 那是罐子最后的余晖也要全面的收敛回去了 这时 他真切的感受到 这世间一切什么都不可以仗 连罐子也是如此 到头来 终究是要靠自己 如果无恙能够活下来 他发誓 要自强 崛起之路需要脚踏实地 需要他一步一步走下去 自己践行 是浑土吗 楚风猜测 那物质太特殊 到现在都不了解 那些土质与魂有关 现在是否出现了什么后遗症 现在 他的魂光内 他的血肉中遍布着魂土 都融合在了一起 现在终于出现异常反应了吗 再不就是帝尸的鬼魂 也有可能啊 战死的天地 其魂迷失 并且变异了 现在附着在他的身上 推动地球文明演绎 不断整体轮回的黑手 不太像啊 那位应该不至于混得这么惨 浑身都长毛了 嗡的一声 一声轻颤 楚风体内的石冠暗淡无光 收敛了所有的金色纹路 寂静无声了 你 你 舍弃了我 楚风轻叹 这时 他背后的生物更沉重了 让楚风觉得像是大山 像是星河 背负在身 脊椎骨 都要断了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